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车来到了森林深处的一个小木屋 进到屋后 达纳正要换衣服 结果黑人小哥霍顿 居然发现房中的镜子是个单面镜 可以看到达纳在换衣服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一群人的监控之中 他们纷纷拿钱下注 似乎在赌谁是第一个死去的人 夜晚五个人围坐起来玩真心话大冒险 轮到达纳时突然地窖门被打开 众人到地下室查看 发现了里面有很多小玩具 达纳发现了一本日记 里面记载的似乎是关于一个邪教的事情 并且里面还写下了一串咒语 达纳将咒语念给几个伙伴听 而就在达纳念完之后 屋外的一片泥土中爬出了几个僵尸 那群监视达纳的人看到后 很是高兴地欢呼起来 随后达纳几人回到屋里 此时朱莉开始跳起雾来 朱莉的男友科特看到后 将朱莉带到室外 两人准备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可是朱莉却说觉得太冷 监控里的那群人看到后 立刻给调高了温度不说 还释放了催情的药剂 而就在两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僵尸突然出现杀死了朱莉 与此同时地下监控的人 拉下一个开关 然后将朱莉的血收集起来 注入到了一个图腾当中 科特吓地跑回了木屋中 告诉大家外面有僵尸 不要出去 这时一个人出现在门口 将朱莉的头扔进了屋里 屋里的几个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慌了 随后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屋中 回到卧室的马蒂 无意中发现了 藏在台灯中的摄像头 正在一惑时 突然一个僵尸打破了窗户 将它拖出了窗外 另一边达娜则是来到了 霍顿的房间 两人在房间中 发现一个暗门 进去后发现 这里似乎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随后科特找到两人 三人跑出房子 准备开车逃跑 与此同时 另外几个地方 似乎也在进行着 这样的一个献祭活动 但是无一例外 都失败了 就在三人开车 将要逃跑成功的时候 监控的人 及时炸毁了三人的必经之路 科特决定 开着摩托冲过去 没想到空中 竟然有一堵隐形的墙 就这样 又一个图腾被注入了血液 霍顿只能带着达娜 另找出路 哪料到车里 居然出现了一只僵尸 直接把霍顿杀死了 车也掉到了河水中 监控前的人们 看到这一幕 认为达娜死了 开始庆祝 可是达娜不但没死 而且还碰到了 同样没死的马蒂 马蒂杀死了 拖走她的僵尸 并且告诉达娜 这里是被人给操控了 马蒂带着达娜 来到一个房间 里面竟然装满了 各式各样的怪物 此时监控中的人 也得知了 两人没死的消息 赶来抓捕 达娜与马蒂赶紧藏到操控室 将怪物全都释放了出来 很快抓他们的人 就被怪物消灭了 而此时几个僵尸 进入到操控室 达娜和马蒂 只得四处逃窜 恰巧来到了 放有图腾的地下室 这时金发女人出现 她称 每年都需要献祭五个人 只有献祭 远古巨神才不会毁灭地球 随后一个怪物出现 咬了达娜 趁此空档 马蒂和金发女扭打在一起 僵尸随着达娜两人 一路追来 正巧杀死了金发女 影片的最后 满身血迹的达娜和马蒂两人 坐在楼梯上 静静地等待着远古巨神的出现 该片并不是那种 要吓唬你的电影 而是要挑战你的智商 它并不是要玩恐怖 只是为你提供更多的快乐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